接下来呢 我又换了第三件衣服 就是这一个真机身 这个其实是长款的 下面是不需要穿短裤的 我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就是我配黑色的靴子 然后上边配黑色的围巾 然后呢 就是下边配鸵色的靴子 上面配灰色的围巾 所以这个围巾利用率很高 因为它是两种颜色嘛 我觉得哈 就是两种颜色的围巾 其实是很好看的 这一件是我春节的时候 春节之前在国内买的 然后是号称是存羊绒的 好像是不到一千块钱 八九百块钱吧 然后其实我想买那种 我一直想买就是这种 大的鸡心领的这种乳白 就是浅驼色的 我一直想买这种颜色的 但是呢 就没有找到合适的 就是像这个款式的 驼色的 然后又价格 就是要这种存羊绒的 就是这件衣服呢 就是我拍了不同的一个 角度的一个照片 也配了一个 刚才那个腰带呀 配上腰带的感觉呀 然后配上这个 同色系的靴子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把腰带解开 然后就是微微的露一点尖啊 让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显得更时尚一些啊 因为它这个衣服就是这种 肥肥大大的 就是尤其这种大鸡心领呢 其实就可以就是稍微的 把尖露出来一点啊 就是营造那种慵懒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 我还用也同样用这个 这个香奈儿的项链啊 来跟它搭配了一下 脖子上啊 然后腰间啊 这都思路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也把这个围巾呢 围到这个上边试了一下 那这里边说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啊 我准备把这个靴子脱下来的时候 然后就是穿上黑色 我准备用黑色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这个靴子就是两个颜色的靴子 配上其实很有感觉 然后我就想到 之前我说过的啊 就是什么叫时尚 时尚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然后你看看 现在很多的这个一线的 这个大的品牌啊 它已经就是从去年前年 就开始出那种 两个鞋子不一样 然后一个绿色呀 一个红色呀 然后就故意的把这个鞋子 弄得不一样 或者是两个裤脚 两个裤子 两个腿 颜色不一样 或者是前后不一样 那么其实呢 我是觉得 就是我们这个靴子 其实你可以就是 用两个颜色同时穿 你只要把上下搭配好了 就没有问题 为什么就是两种颜色的靴子 就是配上以后很协调 很好看 然后又显得很时尚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协调 就是因为大家看啊 我一只脚穿的是这种棕色的这个靴子 这个棕色呢 其实跟这个上衣 它是同色系的啊 那么我这个黑色的这个靴子呢 它并不突兀 是因为上边的围巾呢 跟它是一个颜色 它是有呼应的 然后这样搭配起来呢 就会觉得也很新颖 就是很好看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挑战 我是觉得啊 就是你看下边有一个 我尝试了一下 就是把这个围巾去掉 然后就这个两个靴子 其实就不如上边有围巾的时候 那么斜调的 这件衣服啊 我今天并没有想把它单独穿一下 我只是想用它来配这个格子的一个西装啊 然后呢 我就开始换衣服嘛 换上它以后 我才发现 这个衣服就是配上那个短裤啊 因为那个短裤还没来得及脱 是脱掉了那个大衣 然后穿上这件衣服 穿上这件衣服以后 我才发现 哇这个搭配其实更好看 两个不同颜色的靴子 跟这个高领三来搭配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呢就显得更协调 就是因为黑色的呢 黑色的短裤有呼应 然后这边棕色呢 和上面的棕色的衣服有呼应 所以就感觉这个很好看 然后这件衣服呢 我也给它搭配了一个项链 哦这个项链 因为这件衣服呢 我给它搭配了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项链 就是以后我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之前就是我积累下来的这一些首饰啊 我其实比较喜欢这种大的夸张的 然后包括也配了一下这个腰带 其实这个Cucci的腰带 我觉得买一个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它可以扎在任何的衣服的外边 包括西装 然后你还可以正常的一个正常 像腰带一样使用 它长并不影响它的使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性价比很高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开始呢 就是这件衣服 这套衣服 然后配了就是这个 有不同的这个靴子 因为我想这个 为什么这个也可以这么穿呢 是因为上面是 是这个鸵色的 然后跟这个 其实还是能 就是不显得突兀 然后接下来呢 我又把这个腰带系到这个西装外边 这个外套外边 其实就是这个西装 就是我之前也介绍过这个西装 我呢 之前就是这个西装呢 都是配的是裤子 这个西装 其实我一直觉得 这样的西装 其实配短裤更好看 但是 之前因为天冷嘛 我想今天就来一套 就是不一样的 之前就没想用这个短裤 配这个西装 因为我觉得它 它们两个就是太不搭了 一个是鸵色的 一个是灰色的 就是好像我没有去想 它和它去配 但是后来把这个上衣 脱下去以后呢 我灵机一动 我就把上边搭配了一个小丝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那个丝巾呢 就是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丝巾呢 它其实是有咖啡色的 有这个鸵色的咖啡色的 那么就是我只要配上这个丝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跟下面这个短裤呢 就会觉得好看了 这个短裤呢 也不突兀了 因为它上下有呼应了 然后外边再来一个 这个灰色的西装 就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时尚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怎么样更时尚呢 就一定 现在又流行了 不好好穿西装 一定要把袖子呢 就这样玩起来 所以你看 大家看一下 把袖子玩起来 是不是又增加了一点时尚度呢 大家可以 就是我其实是想用 就是很小的一个饰品啊 或者是腰带啊 或者是项链啊 来做一下改变 来给大家拍下来 让大家对比一下 就看一看 就是你每增加一点变化 它其实带给别人的感觉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就是 稍微的改变一下 就会有一种新鲜感 然后或者是 你想要的那种 那种 那种风格啊 就是你会 通过一些饰品去改变它 那么就是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把这个 也把这个西装外边 扎上腰带了 这里边呢 其实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西装 扎上腰带 如果里边的短裤 短的话啊 我是觉得我的身材 不是很适合这种 就是叫下半身消失啊 叫怎么说 就是下半身的服装消失 这种穿法 其实我是感觉 它不适合我 因为我的那个腿呢 不是很长 然后下边呢 上边腿粗 下边腿细 脚脖脚踝的 那个地方非常细 如果就是穿这种 下半身消失啊 就是不好看 我觉得这种穿搭 不是很适合我 是我今天就是 我觉得是有 比较有创意的一套啊 这套衣服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历史啊 就更悠久了 怎么说呢 这件衣服啊 是我都不知道 有多少年了 就是这个 是一个伯涛的 一个北京的一个品牌 当时它的这个品牌的定位 就是非常时尚 我买了它几件衣服 但是今天呢 其实我给它 做了一个特别大胆的 一个突破 我用它呢 跟这套西装 来做了一个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这种叠穿 我为什么去选择它呢 是因为这件灰色的西装呢 我觉得里边应该穿一个 银灰色的衬衣啊 什么更好看 但是我没有银灰色的衬衣 然后我一眼就看到了它 我觉得它其实有点银灰色 然后我一想 它这个拉锁 这个领子立起来的 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很有那种 像过去的这种 欧洲啊 这种 比较古典的那种装扮啊 就很多 绅士啊 然后外边是个衬衣啊 里边是个丝巾啊 哎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能出来那种感觉 所以呢 我就把这件衣服 就是跟这个 一个丝巾啊 这个丝巾呢 是当时我想着说 哎 我要找一个丝巾 但是也找不到 这个丝巾呢 是我老公的 他不要了 然后呢 被我收起来 我一直放在那儿 我就觉得 这个丝巾也不知道干什么用 今天突然想起来 就是需要丝巾 我还真没有 然后我就把它给 给配到这个衣服的外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其实我呢 是配了就是 我原计划呢 是这件衣服 配 这个短裤 这个短裤呢 我 就是 这个短裤 它的历史就更悠久了 应该是 有 有 大概有 二十七八年 它差不多有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就是 没有人穿短裤 真的是没有 不管什么样面料的短裤 都没有人穿 然后呢 我呢 就是 去买了一个布头 买了一个布头 我记得这个裤子呢 花了十块钱 然后 好像连布料 在手工吧 一共花了十块钱 找裁缝给我做的 然后呢 裁缝就是根本 他不知道 不知道我要什么东西 这个呢 就是我当时 你想想 就是 就是现在啊 就是几年以前 大家开始穿这个 泥子的短裤啊 什么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适应了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是没有人 包括就是 其他的短裤 也是没有人穿的 基本上裤子和裙子 没有人穿短裤 女士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就很喜欢这种 薄泥的短裤 然后没有卖的 是买不到的 然后我就去 上市场上 去买了一个布头 一个 一个那个 毛泥的一个布头 然后找裁缝 我就跟他解释半天 我说就跟西裤是一样的 然后从下边呢 就是到一定的长度 你给我解短 就这样做出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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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短裤哈 这个短裤 其实我穿了很多很多年 这个短裤利用力太高了 包括现在 其实我也 有的时候会拿出 因为它很暖和 你知道吗 现在的这个短裤 它就很短 这个短裤 它比较长 这个长款 叫短裤叫什么 它其实有一个 很洋气的名字 我又也记不清了 然后我今天呢 本来是用它 配这个浅灰色的 然后里面 用黑色的丝巾 然后外面是 这个深灰色的 这个西装 我想来一个突破 就是用一个 二十五六年以前的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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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裤和衣服 跟一个 现代的一个西装 搭配起来 穿出现在的 这个流行的 这种叠穿的 一个感觉 但是也是 在我 试衣服的时候呢 脱了那个 就是那个短裤 就那个格子的短裤 没有来得及脱嘛 然后我想 它也是不同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我就直接用 那个格子的短裤 也跟它搭配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搭配 很好看 应该 而且应该说是很成功 然后把这个袖子卷起来 然后把这个 整个的西装的袖子 往上提 就是有点撸胳膊 往袖子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个领子 和这个袖口露出来 这样的话 我觉得 然后这种 拉锁 这种立领 配上丝巾 我觉得很有感觉 我自己很喜欢 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一款 设计啊 一款搭配 尤其是把 二十五六年以前的东西 都利用上 然后还能 就是搭配出来 这种非常时尚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把那个短 就是那个 驼色的短裤 换下以后呢 就是换上我 之前就是想设计的 这个 灰色的这个短裤 这个灰色的短裤呢 和这个 咖啡色的格子的 这个短裤呢 它其实感觉 还是有点不一样 都很好 总归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挑战啊 是一个 很成功的 就是 一个 一个 一个搭配的 一个设想 然后把这个 衣服和这个短裤 又拍了个照片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真的是 这么多年啊 就是这两件衣服 我是从来没有 给它放在一起穿过的 然后现在居然 就是给它们两个 放在一起穿 我觉得 挺有意思的 一个感觉啊 我觉得玩的挺嗨的 挺有意思的 非常 我非常喜欢 就是 有机会呢 能展示出来 把我的一些想法啊 因为我过去 没有录视频的时候呢 基本上 我从来都不去 做这些事情了 就已经搁置了 已经搁置了 十五六年了 应该是 也是我说 为什么我要拍视频啊 当我拍了视频以后 我就觉得 我要把这些东西 记录下来 然后就是 跟那个 有缘人来分享啊 分享就是 我的一个思路嘛 然后我也非常 希望呢 大家能有一点帮助啊 就是你可以 把你的衣橱 里边的衣服啊 就是没事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 给他找出来啊 这个搭一搭 那个搭一搭 就是完全 有的时候 就像我这个 短裤和这个上衣 就完全 一个新的感觉 我从来没想过 他俩去搭在一起 因为 那个上衣呢 是那种亮晶晶的 有点 就有点 不一样的风格 尤其这个短裤呢 又厚 又厚重 又长 又没想到 把他俩配到一起 也不难看 就是 这么多年 他们挂在衣柜里 他们两个 都没有交集啊 但是今天 他们两个交集在一起 我就觉得 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是 这种服装搭配啊 有的时候就是 真的是 把一些道理啊 想清楚以后 真的是可以 举一反三 然后可以不断地去尝试 不断地去挑战 挺有心意 就是用我们过去的老的东西 旧的东西 然后去挑战一些新的时尚 然后完赚时尚 然后又不用去额外的花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挑战的事情 然后也是需要有设计 一个设计感的一个东西啊 这样的事情我都是很喜欢的 所以呢 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